我国过去一年共获得价值166万元的现金和文物捐赠 用于维护我国的文化遗产 国家文物局今天颁发文化遗产赞助奖给31名捐赠者 或许是受疫情的影响 去年收获的捐赠额只有2020年的一半左右 但文化社区及青年部长唐正辉说 捐赠者的贡献激励人心